我回来看到日本在疫情之后是引起了一股钓鱼风潮 而且女性的钓客人数是一军突起 礼拜天在靖岗县登场的钓鱼活动当中 参加着半数以上都是女性 她们就表示钓鱼的时候本来就要保持抛肝的安全距离 顺势也成为最佳的防疫措施 日本靖岗县一处海岸边 周日聚集了大小朋友 有气定神闲的老手也有雀跃的新手 全是来这钓鱼的民众 更令人意外的是 一百名参加者中女性占了半数以上 原来日本近来掀起一波前所未见的钓鱼热 而且女性钓客人数一军突起 还出现女性钓客的专属社团 也有不少妈妈爱上钓鱼后带着孩子一起来 日本各地因为疫情从事户外活动的人口增加 而钓鱼本来就因为要抛肝和其他人保持距离 顺势成了最佳防疫措施 加上钓到的鱼还能变成当天 新鲜美味的餐点靠赏自己的胃 成了日本女性和姐妹桃或和家人 一起活动的热门新选项 是零晚便宜 做的作业 大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